自古以来读书人没有不读经感经 学书的人读得好 学道的人也读得好 逼读的一部书 这一部书引尽一概 便于观照 经节一线前动了心了 起了贪心了 起了诚惠心了 把精干净的句子念善良句 心就拼了 凡所有相解释续望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人心就拼了 这是一副良药 对治他 对治臣 让我们面对境界 贪嗔不起 那就是智慧 不能随顺境界 愈陷愈深 那这个业药就陷阱了 就成就了 这叫造业 对不起人的事情 决定不能做 对不起社会 对不起大众的事情 就更不能做 那个做了 是地狱罪业 对不起人的事情 做了 跟这个人结怨 如果他是佛弟子 真正修行人 还无所谓 他不计较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 斤斤计较的 他要报仇啊 他报复你啊 会形成 生生世世 约约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在历史上 看到很多 人有不是假的 自己要想报平安 决定不跟人接远处